三體對於新一代中國的年輕人來講影響很大 對於80後的影響很大 有兩樣東西 第一是他的思維模式 三體裡經常有一個說法叫宇宙社會學 重臨法則黑暗原理 整個宇宙裏面不同的星球之間 大家是你死我活的 你生存我滅亡 我生存你滅亡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重臨法則 第二就是面對一個重臨法則的時候 你怎麼應對 什麼慈劍人 什麼降維打擊 這就是三體系列裡面 特有的術語來的 影響了至少有一代中國的年輕人 所以如果大家跟內地的80後的年輕人講起 尤其是85後的年輕人講起 他跟你講起 突然說什麼慈劍人 什麼執劍人 什麼降維打擊 你不要騷頭 基本上就跟三體這些科幻書有關的 你還要查一查網絡的字典到底是什麼意思 避免